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议题呢 是有关美元最近的强势 大家看到美元在最近五周走势非常的强 那主要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FED的主席鲍尔 在不久之前透露 有可能缩减购债的这个情况 大家开始担心升息的阴影会不会来到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的公债殖利率 开始往上飙升 到达了1.5% 接着看到共和党卡关 美国国债的延期 这些因素加总在一起 造成全世界有一些避险的需求 往美元挺进 这样的情况在连续五周的涨势之后 到10月6号总算暂时停歇 不过我们也看到纽西兰 接着爆发了所谓七年以来的第一次升息 不过美元还是继续走强 代表其实大家对于风险的厌恶的情绪 到达了一个顶端 大家对于美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发展 其实有了一些担心 不过大家也知道美元走强 其实代表的不代表是避险的需求而已 因为它是一个美元的一个体系 反过来说呢 其实在美元走强的过程里面 也有一些是因为投资的积极性投资者 觉得美国如果说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国家经济表现的比较好 他们也有可能把一些资金投入美元 不过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这些阴影其实总结来说 就是对通货膨胀的阴影 那目前所谓全球保持利率走低 或者美元走弱的一个长期性的结构因素 是不是松动了呢 那这些因素在哪些观察面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真的会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势 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一个颠簸 我们要来分析一下 首先大家都知道 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都有一个内化或者是全球化退位的一个情况 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的原物料 或者能源的价格上升 代表供不应求 这种所谓短缺现象的情况呢 在未来有可能会越演越烈 所谓的内化跟全球化的退位 是第一个造成通货膨胀的阴影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呢 大家其实众所周知 全世界都面临尤其是已开发国家 人口老化的一个问题 人口老化的一个问题也会造成所谓的劳动力不足 所以呢 虽然疫情看起来因为疫苗的接种有一些舒缓的情况 可是全世界都有人力资源不足 或者是劳工不愿回到岗位的一个现象 这是第二个造成这些隐忧或避险资产的一个因素 第三个 当然是来自于所谓的债务货币化 什么叫债务货币化呢 其实疫情爆发以来 各国大规模的印钞 以纾困刺激的方式来刺激各国的经济能够复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对于所谓的债务货币化 或者透过货币的方式 把inflation慢慢架构到经济发展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隐忧 所以债务货币化也会影响所谓各个国家的信用 甚至国家发行的公债 未来的credit 是不是还相对来说呢 有这么好的一个情况 第四个呢 当然就是来自于各国央行的credit 过去我们认为央行的动作就是一个定海神针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金融危机 只要央行能够透过货币政策 或者财政政策 我们还是能够去控制好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最后一点就是来自于inflation的肌贷值 事实上按照密西根的一个信心指数 我们发现以今年一月来说 大家对于未来一年通货膨胀的一个预期值 已经有3%上涨到4.6% 这代表说呢 其实大家对未来的经济情况 其实开始出现一些隐忧 上面五个所谓结构性的松动呢 就造成说整个金融市场 也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其中第一个开枪的当然就是信心市场 我们看到过去我们提到过 从俄罗斯巴西到墨西哥 最近连波兰也宣布要升息 加入信心市场升息的一个隐忧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美元体系 所以呢当美元升值的时候 代表其他国家 你把它换成美元 尤其大宗商品的时候 它就会贬值 那信心市场也会担心资本 重新离开信心市场 所以这些信心市场 就会来得更flash rate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美元走强呢 就像是微翘曲线的两边 有一方面是因为避险的需求 它会挺进美元 另外还有一些积极性的投资者 他觉得美元或者美国经济 相对信心市场来得好 他的资金也可能会往 美国或者美元的一些金融产品去移动 所以对于华尔街来说 其实美元走强 其实进入一个左右为难的情况 那我个人是建议 美元走强看起来 短时间之内还是会存在 因为其实在最近 大家看到能源 包括石油 包括天然气 包括大宗商品 都有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在这种避险需求之下 加上大家觉得 美国相对以开发国家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这种微效曲线的左右两端呢 其实我会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以一个period 以整个资金流量的情况来判断 整个美元走强或走弱情况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新兴市场后续的工作 总而言之 美元走强 有好有坏 但是在投资的mindset上面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才能够应付 在这个疫情后半段 或者是疫情2.0 全世界的一个 匪夷所思的一个预测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美元走强这个议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